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浪漫期旅客世界 俄罗斯男子在钓鱼,一只踪行突然出现,很有礼貌地坐在旁边看他钓鱼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球非常的广阔,被分为很多个国家 而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 就比如说和动物相处方面 如果在我们国家看到有踪行出行在街头 很多人都会特别的恐慌,场面会特别的混乱 警察等有关部门就会立即地出动,将踪行带回 而走进俄罗斯你就会发现,在他们的街头经常会出现踪行 人们看到都非常的淡定,甚至还有人身手,抚摸踪行的毛发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宠物一样,和我们国家完全相反 这不,在前段时间,一位俄罗斯的男子在钓鱼的时候 有一只体型非常庞大的踪行就突然地出现 刚开始的时候,男子也感到特别的害怕 但是前面是宽阔的湖泊,后面是草地 不管怎么做,也没有办法逃脱宗熊的手掌 正当男子向着如果宗熊发怒的话 自己会遇到什么险境的时候 这只熊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很有礼貌地坐在旁边看男子钓鱼 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男子放宽了心 开始拿出手机进行拍照 有可能是因为这只熊在旁边的原因 男子还是特别的紧张 十多分钟都没有钓上一条鱼 宗熊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立即地离开了 只不过看他的样子非常的失望 男子将视频传到网上就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有些人表示看来这只熊不想自己捕鱼 想要男子捕到鱼之后分给他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男子那么笨 也就失望地离开了 而有些人表示这只熊真的是太可爱了 它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想象 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大型的动物 也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真的是太震惊了 好了,今天的老王奇律看世界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